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萨姆索诺娃在本赛季上半年表现一般 到每网阶段才逐渐发力 近18场比赛 只输了一场 状态正假 而郑亲文也在上升期 冲击十足 低盘第一局 郑亲文率先发球 在0比30落后的情况下 发球带动进攻 连得4分 成功饱发 1比0 低盘第二局 郑亲文底线相持 连续打初支胜分 40比15拿到两个破发点 萨姆索诺娃面对破发点才逐渐找回状态 最后一击外角的S球 连得4分 惊险饱发 1比1 低盘第三局 郑亲文在先丢1分的情况下 保持发球的强势 连得4分 顺利保发 2比1 低盘第四局 萨姆索诺娃也只让郑亲文拿到1分 便成功保发 2比2 低盘第五局 15比15后 郑亲文一发不入 二发保持高水准 借连发球直接得分 40比15拿到局点 虽然上网打丢一个机会球 但凭借着高质量的发球 正拍回球的制胜分 郑亲文顺利拿下最后一分 局分 3比2领先 低盘第六局 萨姆索诺娃发球很稳定 连得3分 拿到局点 郑亲文通过相持拿到2分 萨姆索诺娃开始发球后占据主动 连续进攻得手 成功爆发 3比3 第一盘第七局 郑亲文发球依然强势 一记A4球 一个发球直接得分 轻松爆发 4比3领先 郑亲文一发得分率100% 萨姆索诺娃二发成功率91% 可见双方发球实力都很强 而且今天状态都很好 各自爆发也是理所当然 第一盘第八局 萨姆索诺娃也保持发球局的强势 成功爆发 4比4 第一盘第九局 郑亲文直落4分 强势爆发 5比4 第一盘第十局 萨姆索诺娃非保不可的发球局 萨姆索诺娃回球出底线 0比15 郑亲文窃一拍 萨姆索诺娃上网可惜回球下网 0比30 萨姆索诺娃挑战成功 并发球直接得分 将比分追平 30比30 萨姆索诺娃二发内角直接得分 40比30拿到局点 郑亲文多拍相持下网 萨姆索诺娃爆发成功 5比5 第一盘第十一局 萨姆索诺娃连续打出正拍的制胜分 30比0强势开局 郑亲文一记S球 止住颓势 15比30 郑亲文外角出色的8球 直接上网截击得手 30比30 萨姆索诺娃正拍击打高球下网 郑亲文40比30拿到局点 萨姆索诺娃反拍大斜线 接着正拍的制胜分 40比40 郑亲文关键时刻送出双五 送给对手一个破发点 萨姆索诺娃正拍压左打右 打出制胜分 率先破发 6比5领先 第一盘第十二局 萨姆索诺娃发球胜盘局 萨姆索诺娃外角的S球 15比0 萨姆索诺娃上网放短 30比0 萨姆索诺娃40比15领先 手握两个盘点 凭借着一个内角发球直接得分 强势爆发 萨姆索诺娃以7比5的比分赢下首盘 他抓住了首盘难得的机会破发 第二盘第一局 还是郑亲文率先发球 郑亲文只丢一分 完成爆发 1比0 第二盘第二局 萨姆索诺娃40比0拿到局点 郑亲文没有放弃 萨姆索诺娃发球也出现双5 40比40 萨姆索诺娃正胎的制胜分 再度拿到局点 郑亲文回球追平 萨姆索诺娃回球下网 双方再度评分 萨姆索诺娃二发直接得分 这局第5次拿到局点 萨姆索诺娃再度发出双5 双方再度评分 萨姆索诺娃发球直接得分 拿到局点 萨姆索诺娃正胎制胜分 艰难爆发 1比1 第二盘第三局 郑亲文先发出一个双5的情况下 发球连得4分 强势爆发 2比1 第二盘第四局 萨姆索诺娃40比15拿到局点 一记内角的S球 成功爆发 2比2 第二盘第五局 郑亲文关键时刻再次发出双5 40比40 萨姆索诺娃正拍反斜线的制胜分 拿到破发点 郑亲文正拍直线 对手回球出底线 双方再度评分 郑亲文一发不入 挑战失败 二发在15送给对手破发点 郑亲文正拍反斜线制胜分 追平比分 萨姆索诺娃接发球拿分 第三次拿到破发点 率先破发 3比2领先 第二盘第六局 郑亲文接发球压边线 15比0 郑亲文接发球追深 萨姆索诺娃反应不及 打飞了 萨姆索诺娃发球双5 郑亲文40比0 手握三个破发点 萨姆索诺娃发出S球 挽救一个破发点 郑亲文完成回破 追平比分3比3 第二盘第七局 郑亲文发出双5 0比15 郑亲文发出一记S球 15比15 萨姆索诺娃反拍回球出边线 15比30 郑亲文内脚发球直接得分 40比15拿到局点 郑亲文反手连续出现15 40比40 郑亲文连续一发不入 打二发依然保持高水准 连得2分 惊险保发 4比3再度取得领先 第二盘第八局 萨姆索诺娃发球局还是很稳定 只让郑亲文达到1分 便成功保发 4比4 第二盘第九局 萨姆索诺娃40比15 拿到两个破发点 郑亲文必须拿出高质量的发球来保发 果然 郑亲文三个发球直接得分 一个发球上网截击得手 连得4分 惊险保发 5比4 第二盘第十局 萨姆索诺娃非保不可的发球局 萨姆索诺娃40比0达到局点 但接着一发连续不入 二发为了保持质量 连续两个双入 萨姆索诺娃连续5个发球不入 最后还是凭借着底线相持赢下最后一分 惊险保发 5比5 第二盘第十一局 郑亲文在0比30落后的情况下 连得3分 40比30拿到局点 关键时刻 萨姆索诺娃再度展现自己的相持能力 正拍打出之胜分 连得3分 强势破发 6比5领先 第二盘第十二局 萨姆索诺娃的发球胜赛局 郑亲文回球出界 0比15 郑亲文接发球出底线 0比30 郑亲文接发球下往 萨姆索诺娃40比0达到冠军点 萨姆索诺娃发球直接得分 直落4分 强势赢下最后一局 再度以7比5赢下第二盘 恭喜萨姆索诺娃以两个7比5赢下比赛 获得女单冠军 这是萨姆索诺娃近四周的第三个冠军 状态太稳了 发挥非常文件 也恭喜郑亲文在19岁的年纪 能够获得自己第一个徐回赛亚军 郑亲文两盘均在5比50被破发 这是郑亲文接下来需要总结的地方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订阅收藏